不知不觉间,距离世界杯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,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再度袭来,大力神杯到底会花落谁家? 这牵动住全球数亿球迷的心,接下来随我们来看一下各小组的情况,A组东道主遇法老,有理说不清,如果不是本赛季萨拉赫的持续高光表现,或许东道主还在抽了个好千, 但现在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卡瓦尼和苏亚雷斯的冲击,还要感受来自法老的恐惧,虽然萨拉赫之前在欧冠决赛上受伤,但我们仍希望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他,这一小组实力最弱的沙特,恐怕会有陪练的命料,B组双牙坠霸,冷门难出B组似乎看起来唯一的悬念,就是投赢之争,已经拿到欧洲杯和第五座欧冠的C罗,渴望能绿队,再获得一个大绿舍杯, 这可能是已经33岁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料,同样的,这也是伊涅斯塔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料,传奇中将落幕,珍惜当下的每一场比赛,B组的比赛一定会很精彩,C组法国独大,前面叠起法国人之前在家门口,丢掉了欧洲杯,他们拥有度全欧洲最让人羡慕的年轻阵容,母巴佩,格子,伯格巴,他们急需用大赛的成绩来证明自己,投赌的不论是秘鲁孩, 是带鼠军团孩,是丹麦都不是善茶,为料争夺一个出现名额,谁都不会轻言放弃低组潘帕斯雄鹰,能否战是高飞阿登廷最后,有惊无险的搭上料世界杯的木班车,却进入料祥迪如云的小组, 冰岛在欧洲杯上就已经展现出料为惊人强大的韧劲,让人不敢小事,同样拥有拥有莫格里奇等众多球星的克勒地亚和老顿手尼日利亚,都是潘帕斯雄鹰必须飞过的惨, 梅西能否圆梦世界杯,让我们拭目以待,一组桑巴军团能否一雪前尺,上届世界杯,对巴西人来说是惨痛的回忆, 家门口坦白围着之上显至嫩的桑巴军团蒙上料一层阴影,他们需要用大胜来证明自己, 投赌的瑞士和塞尔维亚为料争,一个出现权,也会对巴西造成不小的威胁, 而小组实力最弱的戈斯达里加,则依旧看起,蓝莓石,摩,机会,F组未免冠,金,平步青云, 最后时刻挤掉意大利进入世界杯的瑞典让人多少有些惊讶, 如果现在瑞典冠成意大利的话未免冠军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料, 没料一步的瑞典让人多少少料一些气息,墨西哥或许是个很强大的备手, 最后很可能携手的国出现,至于韩国,不在本土作战的他们真的没那么想, 机组年轻风鲍莱西结束了双德时代的英格兰进入料新的时期, 凯恩近期状态火热,除了没有值得吸赖的门江者比利时仪留问题, 三师军团的表演还是值得期待的, 同组的比利时今年的阵容同样值得关注, 阿嘎尔,卢卡库,库尔图瓦,费莱尼,如果没有内讧的话比利时人应该会走得更远, 至于托姆斯和巴拿马,能来感受世界杯细分真的已经很幸运了, F组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F组一眼望去冒似没有多少星光, 但要是说到莱莫,J罗,马妹,把田桂佑呢, 四个队的实力看上去相差无稽, 这也决定料比赛的精彩程度不容小觑, 不论哪两个队晋级在这组都不会显得意外, 以上就是全部八个组的初步分析料, 里面有没有你的主队呢, 同时也要祝福中国男族, 希望能再次在世界杯上看到你们的身影, 多长跪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 赏一个订阅吧!